一条路有多长 开始走都不嫌弯 一个梦有多远 不放手就不怕难 往前飞就不会留下遗憾 牵着手就不会觉得孤单 没有风的天空也要飞翔 因为我有一双彩色的翅膀 当我面对天山 不曾失去方向 因为有你陪在我身旁 我一双彩色就不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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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双彩色就不会走 因为很不敌 因为你也要有力 我一双彩色就不会看 是不是你是О令星的 我媽就很反對啊 還叫我把菸丟了別抽耶 你不是好不容易才拿到菸牌嗎 難道你不想要啊 我當然想啊 所以我現在才心煩啊 大方一點嘛 你以後就不用偷偷默默的抽菸了耶 讓那些不抽菸的人羨慕你啊 這又不能讓我學測加分 考上好大學 有什麼好羨慕的啊 受不了你耶 走啦 請你師兵 請注意拿到菸牌 好 走 你請我吃兵 那我應該請你什麼 哎呀 不必了 我再請你抽菸 好好好 兩箱好 兩箱好 怎麼樣 後生也很過癮吧 嗯 同學不好意思 這分我常說我不能抽菸 請我把也洗掉好不好 好好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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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 剛剛不是說不能抽菸了嗎 我們還在那裡抽 手過去一點好不好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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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 不要亂丟不要亂丟 環保環保 我等一下幫你拿出丟 欸 你說抽菸很帥 剛才被老闆這樣講 我覺得很丟一點 一點都不帥 唉 你趕快撐 我們去公園車 好 快吃快吃 什麼 上謀被抽菸喔 對啊 可是啊 差一次說 叫不要大驚小怪了 這是很正常的行為 可是我怎麼可能不煩啊 哪一個父母 不喜歡自己的孩子抽菸喝酒 齁 這個上謀真的是令人傷腦筋耶 阿姨 阿姨 上謀是不是被同學帶壞啊 也不能這麼說啦 大頭本性並不壞 他會抽菸也是因為好奇才學會的 朋友在一起啊 難民會互相影響 可是自己最重要 只要上謀啊 他夠堅定的話 沒有任何人可以帶壞他 阿姨 是不是要我幫忙 幫上謀把菸給戒掉 阿姨 妳有辦法 我回來了 灰姨姐 我爸呢 我去阿姨處重運泡茶啊 那妳在寫什麼 我在寫禁煙標語 幹嘛寫這個啊 寫好了 上謀你比我高 你幫我把這個貼在牆壁上 為什麼要貼這個啊 難道你都沒有看報紙還有電視嗎 他們現在都在大力宣傳禁煙耶 我覺得這個活動挺好的啊 為什麼不跟著一起做 這樣子才會有益社會大眾啊 無聊 等一下 哪會無聊啊 那 來 唸出來 幹嘛要唸啊 我叫你唸就唸嘛 快唸 抽菸容易得肺炎 對 不錯 來 第二張 勇敢的跟香菸說不 對 很好 這個是寫給妳看的 來 最後一張 抽菸會讓妳的肺 幹嘛 為什麼越來越小聲啊 大聲一點唸出來 抽菸會讓妳的肺 黑露露啦 對 就是黑露露 學人家寫經驗標語 無聊 欸 才不會咧 難道你不覺得抽菸跟吸毒沒有什麼兩樣嗎 他們都會讓妳傷身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還會上癮耶 我要去找我爸了 停 你還沒幫我貼耶 你自己貼啦 停 停 少猛 妳喔 要好好加油 不對 妳要跟蕙玉卷一塊加油 讓我們一塊喔 好好去宣傳這個禁煙標語 再見 欸 少猛 不要忙啊 少猛 少猛 居然學那個卡通片一樣 一把一把 安德里安德里 咻 一溜溜就跑掉了 不貼為什麼了不起 我自己貼 安德里 看你抽菸抽得這麼痛苦喔 不如不要抽啦 阿子叔叔 你不要被笑我了啦 什麼啊 人家都說喔 飯後一根菸快樂式神仙啦 你有沒有快樂 沒有耶 我到現在沒有快樂過 不是被人家瞪 就是被蕙玉姐拿標語恐嚇 喔 我真是受不了蕙玉姐 到處貼什麼標語啊 害我看到那些句子 我現在想到就全身皮皮抓 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剛學會抽菸的時候 覺得自己好有個性 手上這樣拿一根菸 就覺得自己好帥 可是後來 我才發現 連是我感冒的時候 我一咳嗽啊 都咳上一個禮拜 我才驚覺 我為了要耍帥 我把我自己健康都給掉了 那 你為什麼還答應讓我抽菸 什麼 我問你喔 如果你爸爸跟你媽媽一樣 跟你說NO 那你會怎麼樣 如果我爸媽阻止我 我還是會偷抽 所以囉 你有一個這麼開明的爸爸 給你這麼大的空間跟自由 你真的很幸運耶 嗯 你要抽菸 我不反對 我說過 你已經長大 你必須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任 當然要保管自己的健康 你不能老是靠我跟你媽 一直在你的身邊定義你 抽菸對健康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都知道了 可是我自己也很矛盾 不抽菸又覺得很可惜 我絕對相信 你知道抽菸的害數 要不然 你也不會怕寶貝寫那幾張標語 我還是那句話 你是要被菸控制你 還是你自己要去控制菸 決定權在你 我不干涉 我再想想看 對了 爸 大頭說要開生日派對 說要玩通宵 我可以去參加嗎 我是沒有意見 可是啊 你要在外面過夜 最好還是深求你媽的同意 開生日派對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誰會參加 小剛 小偉 胖子 還有憤慧啊 小剛的電話給我 幹嘛 我打電話求證啊 看是不是真的要辦生日派對嗎 你為什麼要問 我又不會騙你 還說不會騙人 上次你瞞著我抽菸 那不叫騙人嗎 媽 那一次我不是故意的啊 那我怎麼知道你這一次是不是故意的 你為什麼不相信我 我又不會騙你 我就是怕你搞怪啊 上次學抽菸 這次不要偷喝酒 我關心你哪裡不對啊 我是你媽耶 拜託媽 你不要每次都拿這個來押我好不好 電話給我 不要 你願不讓我主意再越有問題 什麼生日派對不必參加了啦 媽 好了 都急一點啦 你們兩個講話這麼大聲 不怕吵到鄰居嗎 你之前問看你的兒子 又要騙人說要到小剛家過夜 不知道要再搞什麼法戲 媽 你不要亂說好不好 我們很單純 又沒有要幹什麼 只是想慶祝生日而已 那你把電話給我啊 讓我求證啊 不要 我都幾歲了 你還不相信我 這樣同學會笑我 我會很沒面子的 你為了顧你的面子 你要讓你媽媽擔心嗎 好了 時間完了 有什麼事免再說 通通去睡覺 我現在哪睡得著啊 事情沒有搞清楚怎麼睡著 你現在情緒這麼激動 能解決事情嗎 你這麼說好像是我不對耶 我哪裡錯啊 你沒有不對 錯在時間不對 這什麼亂調啊 要關進兒子 還要分早晚 還要看日子喔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嗎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關進兒子 你幹嘛對我那麼兇啊 我哪有兇啊 你太靈感了吧 你看看你的口氣 還說沒有兇 跟你兒子一樣啊 都不肯承認 這跟兒子沒有關係 你不要遷怒喔 爸 媽 你們不要再吵了啦 閉嘴 招容說一句就好 說 說 時空相片就在那裡 我們在這裡吵 這樣好嗎 沒話 先去休息吧 上午了 早點休息一半 爸 媽 晚安 晚安 你先去睡吧 我買 好 對不起喔 我這心境不好 才會跟你鬧別扭 這也不能怪你 你也是怕上忙 走外的腳步 所以才會一生一归 這是每個做父母 都會遇到的問題 你說的沒錯 我越是阻擾上忙啊 他的反彈就越來越大 要不然他今天晚上 怎麼會跟我怨上 跟我吵起來呢 我的方法不對 我一定要改 你沒想改就好 上忙啊 真的已經長大了 凡事呢 我們都只能用指點的 不要跟他硬碰碰 你就讓他自己去做決定 想要做的事情 不過要提醒他 要對自己負責任 現代的父母真難當 或者是關心他 他就嫌我煩 你也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上忙啊 有他要去學習的課題 我們又要檢討的地方 而且 多虧大家提醒我們 我們是師父的弟子 怎麼可以吵架 說得也是 沙摩還不穩定 他跟我鬧別扭 還輕有可言 可是我們呢 你們把師父的話都給我忘了 我們一定要好好反省 反省 我們是直濟人 我們應該隨時檢討 錯了就要改 而且我們兩個 還要不時的提醒對方 不斷的親近 才可以讓生活充滿喜悅 不再有正常 那沙摩的事啊 你也要提醒我 不想用愛心跟耐心來感化他 讓他心甘情願的自己戒焉 好 恭喜維花世界 你想開囉 我還記得 亂世家人裡面那個好世家 有說過一句話非常中心 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啊 你今天腦子被我蓋火鍋耶 心情不好啊 說來聽聽啊 本來要去你家開生日派對 結果我媽不相信我 還以為我在騙她 怎麼會 你爸媽不是一向都很相信你嗎 都怪我自己啦 當了放羊的孩子 現在我媽 都不相信我了 哦 真的不能騙人 付出的代價真的太大了 哎呀 來啊抽根菸啦 不要啦 不抽了啦 我們過的時候最需要一根菸來陪你了 抽啦 小哥 下一場 來就來啊誰怕誰啊 天地不要亂丟啦 要有功德性 你很煩耶你 我幫你丟啦 來我洗手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我去看我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怎麼了 怎麼了 我不知道 我好喘啊 你剛剛不會這樣子啊 你只有去喘病啊 沒有啊 我不知道 到我一直倒汗 我好難過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要不去看醫生 對啊 去看醫生 我真的好喘 走好去看醫生 我們送你回家 我們送你回去 冷靜點 他們怎麼那麼久 張醫師 上午是怎樣 為什麼突然之間傳起來 之前他都沒有氣喘病 威華 妳不用緊張 她的氣泡電光面穿起來 是還要吃青 有什麼火的喘 有什麼火的喘 妳有吃飯嗎 有啦 要不要在託小孩 嗯 是啊 孩子的學生 這年輕人就在吃飯 來 阿嬌在看兩張照片 你看這張 就是有吃飯的啦 她的氣泡 你看 這麼多亂 這張咧 就是沒吃飯的啦 你看她的氣泡 這麼多爛 但是 這樣看後 她的氣泡又再教我們 爸 你怎麼都不說話 好 你要聽什麼 我以為妳會罵我 說我活該 愛抽冤才會傳得起來 我敢嗎 妳身體都已經不舒服了 我還敢說什麼 算了 趕快回去吧 我想一想要煮點什麼 讓妳保養肺 讓妳不要再穿起來 妳不要再穿起來 爸 什麼事 我決定不抽了 妳想通了 抽菸一點不好玩 嘴巴會臭 最氣人是打球時會喘 這樣我怎麼打笑隊 妳想要享受香菸的刺激 是一定要付出些代價的 今天醫生有給我看 抽過菸的肺部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怎麼 妳嚇到了 來 坐下來說 我今天突然喘了起來 媽也嚇了一跳 她不但沒有罵我 還說要弄東西給我吃 還說要弄東西給我吃 保護我的肺 爸 我今天在醫院 好想哭喔 我實在太不應該了 我看見媽為我的健康憂心 我真的好難過 我真的好難過 爸 我錯了 媽對我這麼好 我不應該顧負她的心 妳應該把妳這句話 直接去跟妳媽說 我知道 但是我不敢 為什麼不敢 我每次犯錯 都發誓要做好 可是我都荒牛 我還是犯了錯 我沒有臉跟媽認錯 她一定會又覺得我在騙她 她一定對我很失望 誰說的 媽 媽媽 起來了 媽說起來就起來 口人說 自措能改 沙漠大煙 只要妳表現得 一次比一次還要靜靜 而不斷對妳不失望 我還會幫妳拍拍手 我妳很勇敢的 承認妳的錯 這表示妳是一個有勇氣的人 媽 我記得妳跟我說過的話 我有勇氣抽菸 就要有勇氣戒掉 把菸掉到垃圾桶 好啦 我用桃花燉了湯 幫妳清費去談 趁熱喝飽 我幫妳 Autumn 你 Florian 小娘的 我沒想跟老婆傍 找我 那个椅子上面那个抠面子 帮我捡回来啊 哦 老红呀 走走 走走走 你为什么要走啊 运动啊 运动 运动 老头子 你怎么跑掉了 看到熟人就不敢捡 死要面子 看这个带着很重的样子 我要帮你拿你 不要我帮你拿你 你干嘛跟我后期呢 要你帮我捡空瓶子你不捡 现在又想帮我的忙 你才奇怪了 不是我不帮你捡啊 是 是人家在看嘛 人家看又怎么样 哎哟 我呀 我是怕你闪了腰 我才帮你拿的 你 你烦了你 你这臭老头子啊 面子啊比什么都重要 嗯 嗯 嗯 妈 你真的好棒哦 都要和我一样不近 你收那么多回 可怕呀 她不帮我 要不然呢 我会收更多 你也知道 她很爱念想的 你却不要让她非说不可 你相信啊 总有一天她一定会 放下身段的 一定会做环保的 哈哈 希望哦 哎 灰花 我好一阵子没看到忠賢 她最近在忙什么 前一阵子啊 她吃饮了 一个星期拨两天 到幻影吃饮了 看着 她现在忙啊 忙到 我想去公园跟她走走啊 都还有一些医院啊 慧华 这忠賢了干不好 又把自己弄得这么忙 那是你受得了吗 我跟她说过了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状况 自己的状况 哎 她已经用好时间了 要去医院做定期的检查 哦 那就好 这身体的健康啊 比什么都重要 不能开玩笑 你跟忠賢说啊 这志愿要做啊 身体也要顾 这没有健康的身体啊 什么也做不了 啊 我知道 这个话 我就应该说很多遍了 哦 好 不好意思 我的情况 还好 蔡医生 你的GOT跟GPT指数都偏高 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我也是医生 我知道该怎么做 绝对 蔡医师 水来了 谢谢 蔡医师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上次检查结果怎么样 你现在吃的这个 到底是什麼藥 妳要去跟韋華阿醫報告對不對 對啊 其實我的肝本來就不好 那醫生有提醒我 要我更注意一點 所以就開了一些飽肝的藥給我 可是我都很聽話 我都按時吃藥 蔡醫師 你說你的肝不好 那是不是很嚴重啊 對不起喔 我好像都說錯話 妳是關心我 最才會這麼說 我如果真的很嚴重的話 醫生不會讓我回家 一定要我住院 對喔 說得也是 蔡醫師 那我先去忙 你的藥我幫你保管喔 好 明天早上六點鐘集合 好 那老地方見 感恩 好 再見 老婆 我們這禮拜天需要一個志工 幫我們量身高跟體重 妳可以來幫忙嗎 沒問題啊 對了 今天妳不是說 妳要去看檢驗報告嗎 妳不幫幫她們 在哪裡 寶貝不是跟妳報告過了嗎 我就不要緊了 蔡忠賢 妳不讓我看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我哪有什麼問題 妳看嘛 就是肝功能差一點 妳的肝指數比去年還要高耶 妳再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妳肝真的會出問題啦 好啦 妳先不要那麼緊張 我知道這個指數是有點高 可是妳想想嘛 我現在我不熬夜 我又不抽菸 我也不喝酒 我的作息又正常 我只要按時吃藥 好好的禁養 我肝功能會改善的 都是我不好啦 沒有好好的照顧妳 怕妳的身體變得那麼差 妳幹嘛要自責呢 這個身體是我自己的 我要負責 誰叫我年輕的時候 一有壓力啊 就喝酒抽菸 才把自己身體搞得那麼差 健康都賠進去 可是現在啊 我改觀了 我會好好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 好不好 我怕妳說到做不到 妳每天的行程排得那麼滿 我怕妳的身體啊透支過度 我不會那樣做的 我這麼愛妳跟上謀 還有爸媽 為了妳們 我怎麼樣都不能倒下去 我太了解妳了 叫妳停止實際的腳步 妳一定不肯 妳要忙工作又要忙志工 妳拿來的時間休息啊 所以現在我決定了 所以現在我決定了 我決定啊 把診所的營業時間縮短 每天啊 五點半我就打烊 這樣子啊 我就不傷肝 妳也不用傷心啦 可是只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啊 那就是錢少賺 妳不要心疼喔 我有那麼愛錢嗎 好 說好了不能加班喔 要不然啊 我就盡量 母饒虎如果發威啊 我也是會怕的 妳要多休息啊 不能熬夜 是 還有啊 妳要多注意吃的 不能吃太油膩 太刺激的東西 好 老婆大人 妳的所有給妳拿 我都記住了 可以吧 蔡醫師 謝謝 這個是我媽媽特別幫妳做的 完全不油不膩的健康素菜 她還跟我說啊 以後妳的午餐 全部交給她 叫妳千萬不要一個人 到外面去吃 這樣怎麼好意思 太麻煩財營事件 不會啦 只要對妳的健康有幫助的 我媽媽她都很熱意被妳麻煩耶 蔡醫師 我告訴妳 我很生氣 妳很生氣 為什麼 妳怎麼可以騙我呢 要不是阿姨 要我特別注意妳的作息 我根本不知道 妳生病的事情耶 我真的沒有怎麼樣啊 還說妳沒有怎麼樣 不管啦 反正以後妳吃完飯 妳就乖乖去睡午覺 不要到處亂跑了 不行 中午我要去銀行 我幫妳去啊 妳不怕了嗎 不怕 妳記不記得 上一次我陪妳去銀行 我發現喔 原來在銀行裡面啊 都有那種機器在數鈔票 根本不需要我數嘛 那妳說數鈔票的事情 就交給機器就好了啊 妳變聰明囉 謝謝蔡醫師 那妳的錢包要不要給我 我現在去幫妳跑銀行 妳還沒吃飯耶 蔡醫師 妳忘了啊 妳教過我要把握當下 千萬不要猶豫 想做什麼就去做啊 所以現在我要幫妳跑銀行 我去幫妳跑銀行啊 還是 蔡醫師 妳不放心我幫妳去跑銀行啊 妳這麼有信心 我總會不放心 把握當下 這句話說得很好 我先拿給妳 好 因為我現在要有 有一千千千百人死亡 印度南方沿岸 死亡人數也已經高達上千人 妳怎麼了 不說話 沉默是盡啊 不是啦 不是在想 爸爸媽擔心的事 老人家就是這樣 放不下心 妳呢 如果人醫會真的安排行程 妳反對我去嗎 好 我知道你需要的是我的自己 不是我的反對 謝謝 喂 阿彌陀佛 師兄 好 好 好啊 我一定準時會去的 嗯 好 好 謝謝師兄 感恩 感恩 將軍 吃水果 軍啊 上市 你真的不勸勸他 真的要讓他去啊 你勸他有用嗎 你也知道他的個性 只要是對的事 他會義務反覆的去做 誰也反覆呢 可是 可是他的身體呢 難道你都不擔心嗎 我當然擔心啊 這趟要去的人啊 每個人都要服用 抗磨疾的藥 很三肝臟的 是不是啊 我比誰都還好怕 那你就勸他不要去啊 媽 你收了好多回收物 我幫你分類 吃相 這一副棋啊 你得好好考慮考慮 哦 這個棋啊 那我這個相要是 把你的鞠子吃 救將軍囉 還沒有擺下來 哈哈 來 你擺回來啊 爸 這個棋會不會太為難 如果為難的話 我們就合棋了 哎哎哎哎哎 棋盤如戰場 六親不認啊 我可能是水喝多了啊 我去方便一下 說不定回來啊 我就想出對策啊 棋子不要亂動啊 你放心 European 好啊 笆啊 這件是剛好的 等你 你們稍itos 等我再說啊 parking 不行啦 你先聽我說啦 哎呦 什麼事情這麼急呢 要勸中賢啊 這師弟難堪就別去了 不僅是為了他的身體著想 也是為了韋華呀 不要讓韋華活得這麼矛盾不安的 我倒不覺得仲賢 他有什麼地方不對嗎 他胸懷大志 願意到災區 去貢獻自己的專長跟愛心 這種情討一定不可多得了 沒有理由反對他 你不就是這麼自私啊 只管自己的理想 也不想一想稀有的感受 你又在嵌怒了 又在罵到骨頭上來了 我氣啊 以前就為了你喜歡幾場工作 我就要帶著孩子日夜不安的等門 你知不知道啊 那日景有多難熬啊 好好 我最怕你翻就讓了 那你快去啊 等等等等 我先上上廁所 出來我再去啊 我一定不輸喔 我會在後面盯著你喔 好啊 我知道了 上車我也不安 先去啊 該死一下啦 爸 你剛剛說叫我不要動這個棋 我是都沒動啊 那你說要想好一個策略 讓這盤棋啊 反敗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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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你是一雙好意 我怎麼反喔 媽 你喉嚨不舒服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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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剛剛說什麼 我沒聽清楚 我是說啊 你陪我下棋啊 讓我感觸很深 明明你的本意是好的 想讓我輕鬆娛樂一番 這個沒有想到走著走著 怎麼走到互不相讓的地步呢 對啊 爸 下棋啊 反正就是娛樂 何必爭輸贏 如果你真的覺得 進退兩難的話 那這盤棋啊 我們就別走了 好 不不不不不 這舉手無迴 大丈夫啊 其如人生 每走一步啊 就要深深思考 錯不得 也不能夠隨意的 說改就改 太沒有格調了 你說是不是啊 我到底說不說 你沒看到我正在說嘛 說改天都沒著重點啊 爸 媽 你們 到底想說什麼 你們就儘管說 我虛心受教 爸 他是想說 男人在說話 女人不要插嘴行不行啊 茶泡久了 苦了又涼了 你去 對點熱水啊 去去去去 爸 你到底想跟我說什麼 哎呀 都是你丈母娘啊 逼著我來當睡客 非要阻止你去斯里蘭卡不可 媽是不希望我去 斯里蘭卡 哎呀 他不是不想你去 他是心疼 他擔心你的身體 他擔心韋華 想了一大堆 亂七八糟的事 天下的不是 他呀 是自己的嚇自己 爸 那你呢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嗯 你很像我 骨子裡面啊 有霞氣 看到有人需要幫助啊 絕對就義不容辭 身手就幫 你想要去斯里蘭卡 也就是這個道理啊 也不管自己還有多少的能力 要盡力付出愛心 所以說嘛 我贊成你一句啊 如果不是怕肉麻的話 我還想多夸你幾句呢 爸 你怎麼這麼了解我 我在想什麼 你都知道 哈哈哈哈 那當然了嘛 啊 唯善不弱人厚 那種 幫助人的快樂 我也能體會 爸 你做了什麼 說出來分享啊 啊 好 嗯 欸 那 我幫你丈母娘 提回收物回來 算不算啊 算 當然算 爸 可是 媽那邊 哎呀 你放心 你不要煩啊 回去跟他說的 你丈母娘 她就是這樣子嘛 女人嘛 心裡面呢 只有家庭 老公跟小孩就是一切 再說 您是你們家的一家之主 是韋華的天 你丈母娘啊 難免替韋華再替你擔憂嘛 媽是替我著想 所以才會這麼說 爸 你支持我 我很感謝你 唉 好了好了啊 不管怎麼說 這盤棋 總是要下完嘛 該怎麼走 就怎麼走 即使我輸了 我也不會改變心意 你 也不要隨便再改了啊 好 好 我 跳馬 爸 將軍 將軍 我就吃你的鞠 我這裡還有一個鞠 啊 你不能吃我 啊 我 我輸了 媽 我都已經整理好了 媽你怎麼了 誰又忍你生氣了 當然是你爸 爸不是跟忠賢在下棋嗎 他怎麼會又忍你不開心呢 嗯 我要他去跟忠賢商量 這斯里蘭卡 就別去了 結果呢 他反而舉雙手贊成 支持他去 嗯 媽 你之前不是勸我說 忠賢把愛放大 啊 從家裡啊 蔓延到外面 這個愛啊 值得去鼓勵的 怎麼現在你又不讓他去做了 唉唷 我不忍心 看你在那邊矛盾不安的 怕還要擔心他去 那之前爸爸出任務的時候 你不是很擔心很害怕 可是你會因為這樣 就不讓他去做嗎 不一樣啊 你爸爸是工作 忠賢又不是 忠賢啊 已經把醫診當做他最重要的工作了 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你要他不要做啊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啊 我就是擔心啊 他人身體受不了 萬一病倒了怎麼辦呢 你爸爸真的是老頂土 嗯 也不知道說要替你們夫妻兩個想一想 媽 你如果要是真的為我們好的話 那你就跟我一起發好願 祝福他 為華 我知道你是因為他愛我 想要幫我捐捐忠賢 要是以前的話 我也會很激勵的反對 不過 自從跟他走我慈激的路 我的想法也改變了 我也知道啊 做好事 不能挑時間跟地點 要把握當下 及時去做 可是這樣就苦了你啊 嗯 阿姨一個人本來就是要包容一切 何況 忠賢是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我怎麼能擋他呢 只要可以完成他的心願 再苦都沒關係 既然你都這麼說 我就不再多說什麼了 只是 你公婆呢 他們知道嗎 我在想說這次回去 就跟他們說 好好跟他們說 不要讓你婆婆太緊張 嗯 遙遠的天邊 霧雲早已散去 我回頭找尋 陽光下的足跡 溫柔的大地 溫柔的大地 賜給我們勇氣 一路上有你 開窗為之奇跡 破曉的曙光 無限希望綻放 我真心累積 陽光下的足跡 你突然芬芳 腳步旋而堅強 相信我們可以 會變陰霾憂傷 美麗的陽光下的足跡 我陪你走過風和雨 陽光下有奇蹟 愛有力量 它有方向